南投县洞景茶叶发展结会 日前隆重办理 礼监事宣誓就职 及理事长交接典礼 现场嘉宾云集共同见证 罗郑彬先生从吴优化理事长手中 正式接任22届理事长一职 我们会的精神是以 敦厚老实专业实诚 那一直在经营我们的茶叶 那我们本会一直都在推广 基辅的教育跟洞临的精神 那这次很荣幸担任理事长的职务 那以期许我今年能够跟我们的 理事跟监事及会务人员 一起在这次世界的一个 新冠肺炎的环境之中 走出一个茶叶的新的契机 然后利用这种压力 变成我们的助力 带领着我们茶叶走向一个新的 一个可能 先远游号当天也特意出席活动 为新协任理事长们献上祝福 新任的罗郑彬会长 以及常务理事林弘扬 那也都分别担任学校的家长会长 那这一组是非常的算是用心奉献 还非常用心在社会服务 那也相信那么积极用心的 新一组的理事长 也可以带领的洞茶协会 还持续的凝聚会员向心力 也可以把我们在地的好茶 还能够持续的推广出去 南投县洞警察业发展协会 21届理事长无忧化 感谢过去会友们的协助 也期许罗理事长能够将会晤带向另一个高峰 感谢我今年的团队 虽然有疫情的关系 但是年中的时候 疫情趋缓 也许多的活动 也办得蛮成功的 谢谢各位的支持 希望我下一个 接任的政编理事长 在他的带领下 让我们的茶叶界 可以跟一个 另外一个更好的一个高峰 先议院参门儿肯定 吴理事长任职其间的用心 也期许罗理事长能够带领协会有更好的表现 吴会长在茶博会的时候 在黄金品名馆 也每一次我们都看到他 在那边尽忠指手 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那感谢他一年来的付出与努力 那接下来也会在我们罗正斌 行政会长的接任下 会会晤长容 也祝福我们所有的茶农 茶叶都能够相当的大卖 也都能够成果相当的丰硕 议长和胜丰肯定吴理事长过去带领协会 推广茶产业的用心 也祝福罗理事长接任后 能够持续秉实会址 带领会员们投入更多心力 协助茶产业推广 为茶农们带来更多收益 记者卢宇凯 竹山采访报导 请这么多